黃一國名額被取消,超戰劇作面臨切當,流量明星終究不是實力演員日前 官方發布了一則新規,主要內容就是要整頓娛樂圈的不良風氣 而主要措施便是去流量化,也就是適當制裁一些流量明星 黃一國名額被取消,超戰劇作面臨切當,流量明星終究不是實力演員 說起流量明星,最近兩年運得風生水起的便當屬超戰,黃一國了 此次面對官方的整改,他們二位也是首當其衝 眾所周知,超戰與黃一國都是憑借一部單改劇陳情令爆火的 雖然之後二人各自有所發展,但是始終是以流量明星蠟燭於娛樂圈的 說起自家的藝人,大家都會說是實力演員,而不是流量明星 包括作為藝人粉絲的網友,每當談起自己的愛鬥時,都會將其稱為實力派演員 可是,是不是實力演員不是靠自家人說的,而是經過一部有一部的好作品 用自己出色的演技得到更多專業人士認可之後,才能成為的 無論是超戰還是黃一國,他們的粉絲都會將自家偶像說成是實力演員 因為大家都知道,流量只是開始,實力才是根本 可是,事實證明,他們並不是 眾所周知,黃一國本來是要參加央視中秋春晚的 可是面對這次新規的出台,黃一國在央視晚會的名額被取消了 本來他已經參加了彩排,可是正式錄製的時候卻沒有看到 由此證明,黃一國名額被取消是真的 而對於超戰,受到最直接影響的便是他與楊子合作的餘生 請多指教這部劇作了,本來眼看就要到了播出的日子 因為趕上了整頓流量之風,也將面臨切當的處境 由此可見,無論是超戰還是黃一國,他們都沒有擺脫流量明星的標籤 雖然他們一直都很想轉型,並且也嘗試了不少作品 但事不是就事不是,這一點靠自己說是沒用的 否則面對這次的去流量化便不會成為首要目標了 當然,關於這次的整改,官方也沒有要針對誰的意思 只是暫緩了部分明星的娛樂活動和劇作播出 只要演員自身沒有什麼問題,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由此可見,流量明星與實力演員的區別還是很大的 只希望他們自此之後可以更加努力,得到更多人的認可 成為一個真正的實力派演員罷 著,文章內容為原創,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謝謝 請按讚 請按讚 請按讚